一千零一夜七七沉默喝醉酒,七七被白海留宿,沉默带心言回家 一千零一夜七七沉默喝醉酒,七七被白海留宿,沉默带心言回家 倒读,一千零一夜真是精彩又纠结啊,尤其是剧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感情归属,可谓是赚足了人的眼泪啊 不过好在,他们总是绝地风生,风回路转,尤其是七七和白海 其实白海拒绝七七,本身就是因为爱七七太深,因此白海到底能忍到什么时候,也真是不好说 就像白海把七七调去做店长,可又不放心地总是想起七七还去偷偷看她 这就说明,剧里只能让白海越来越爱她 不过,白海对于心结的纠结可不是一天两天就会好的 而七七呢,面对白海的逃避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就这样,他们只能在各自的岗位上独自伤心思念和痛苦,甚至是屡屡犯错 哎,爱情真是可以改变人性啊,不过,他们生命中的神助攻太多了,沉默就是首当其冲的 因为沉默看到白海的纠结,再看到周心妍的死灰复燃,终究是没有忍住,把自己对周心妍这么多年的暗恋,一股脑地告诉了周心妍 不过结局也是可以预见的搞笑和悲伤,因为周心妍回答的是你有病吧这句话 而这个回复是沉默想到的又接受不了的,于是沉默打算破釜沉舟,一追到底了 他更是找到了七七,让七七帮他设计追卖花束 而周心妍呢,他和沉默还真是默契,因为周心妍也找到了白海 就这样,七七和白海,沉默和周心妍,开始了你来我往的花束大战 当然了,目前的结局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周心妍不会接受沉默的 哎,而七七呢,她把她的心意,也寄托在了给沉默设计的花束中 可惜啊,到同来七七和沉默一样,都开始了伤心 于是两个爱情失落者,相约着吃饭喝酒,而很自然的,他们都喝多了 不过在饭店,沉默却见到了同样喝多的周心妍 这下子沉默可来了精神,他给白海打电话,告诉白海,七七在这喝多了 然后他自己就专心照顾周心妍去了 这看似有点不负责任,但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神入宫 因为白海慌忙感到,他怕喝醉的七七有危险 更是把醉的不幸人士的七七带回了家 而沉默和周心妍也是一样,沉默将醉的一塌糊涂的心妍也带回了家 不过,同样是回了家,但这两队的结局可不太一样 因为这四个人,白海是清醒的 因此白海只是把七七安顿好,并没有发生其他的事情 可第二天清醒之后的七七,却误会了昨晚的事情 他还以为和白海发生了什么甜蜜的事件呢 更是让白海表示点什么 可惜啊,白海却无情地打击了的他 告诉七七可别想多了 这下子七七可尴尬了,而沉默和周心妍呢 两个人都喝多了,昨晚的事情谁也禁不住 而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 两个人都开始守口如瓶和胡乱猜测 不过,这件事却成了心妍和沉默的转折点 是不是越来越好看了呢 那么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喜欢就关注哟 我每天都会奉上精彩好文